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曾经在去年提出美国对台湾应该改采战略清晰政策 也就是清楚表明当北京武力犯台美国会出兵捍卫台湾 对于近期媒体报导拜登政府认真考虑让台湾驻美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哈斯大表反对认为这些象征性作为只会为美中台关系带来反效果 视讯出席同场活动的外交部长吴钊谢则指出 美台关系中有时象征性作为也有实质意义 表示期望自己能访问华府 在经贸关系上哈斯认为美国不加入CPTPP是经济和战略错误主张美国要重返CPTPP并且协助台湾加入 另外美国和台湾应该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扩大供应链尤其是半导体供应链的合作 确保台湾制造的晶片不被用在解放军的现代化上 TVBS新闻林佳辉 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